探寻海滋山里孩子的成因 海滋山它是守这个 喜马拉雅上面的一个基亚 第四季潮山运动 过这个冰川的活动 翻山越谷 记录冰川运动的痕迹 海滋山底下就是眼神城 它就是一口大锅 我们现在就在锅里 宇宙无限 信实有恨 海滋山里寻找天外来客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穿越临海间 灯高望星空 正在播出 七月 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盛夏 而在青藏高原东南部 横断山脉东侧 这里的天气却依然如春 设置组来到四川省 甘思藏族自立州道成县 虽然说时节已进入雨季 但是这里从2019年春节之后 都没有成规模的降雨 直到几天前一场大雨降下 草山才开始返青 我们从道成县城出发 沿着217省道 前往我们此次国家自然保护地 节目的拍摄地 远方的家设置组这一站来到的是 海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听当地人介绍 这海滋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头 而是由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一片连绵起伏的地带而组成的 那么海滋山的得名呢 也正是因为在这深山当中 潜藏着大大小小1145个海子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都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现在的海拔 已经将近4500米了 但是行走在这成片的花海当中 依然让人感觉形况神移 那么现在就沿着这一片花海 我们一同走进海滋山 217省道穿越海滋山腹地 我们登上公路旁的观浅台 因为地形开阔 站在这里远眺 保护区的核心区可以一览无语 我们邀请道成县林野和草云区 副局长李文华介绍海滋山 李文华在道成县从事林野工作 已经有30多年 熟悉保护区各方面的情况 李老师 其实海滋山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石头山 不管是眼前看到的 还是远处的 满眼都是石头 如果不是这成片的草垫还有眼前点缀的这些星星点点的野花的话 会觉得这里非常的蛮荒 好像没有人到这一样 对 海滋山它的地质的形成 它不太一样 它和我们是这个海滋山呢 它是受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积压 也就是说我们第四季沙山运动和这个冰川的这个活动 把这个山后来出去抵押过后来形成成台地 浓起了 把这个海滋山抬起了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海滋山看到就这么多的琥珀 就是冰子琥珀 还有包括我们这些的石头 海滋山里遍布其间的大小海滋 与如同天降满地的石块 可以称得上是一处地质奇观 这些都是第四季冰川的遗迹 第四季冰川是地球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 在这短冰期中形成的现代冰川 曾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 海滋山这一带是随着喜马拉雅山系 隆起而抬升的高原丘陵 在冰期时 这里形成了一座古冰卯 后来冰卯退缩 就留下这片布满海滋与石块的台地 海滋山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这个孩子新落起步 分布着这个1145古 它是世界上就比较罕见 但是这五鬼它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它的特点就特性在这 站在这个上它的时候呢 加上我们这些高害怕 感觉这样有种很长的 就好像只有天地和自己了 对啊 四川海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横跨李唐县和道成县 保护区的总面积约为4591平方公里 其中属于道成县的区域 有1240多平方公里 在李文华的带领下 我们将穿越保护区核心区 并沿着从海滋山发源的河流 一路向南进入峡谷 最终到达道成县城 我们拍摄的时候 海滋山上的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 但是阳光照射在身上 感觉并不太冷 只是这里风力很强 再加上高原缺氧 我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 海滋山保护区里行走 还是比较吃力 走下观景台不久 就进入了保护区的核心区 前方连勉的山脉脚下 有一亩碧蓝 它就是星医错 是海滋山里最大的一个孩子 星医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得着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从这边走到那边 还需要多久 10多分钟左右 10多分钟 休息一下 对 请勉务大家都 其实站在这儿 我觉得对整个的地形地貌 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整片地形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盆地 像一口锅一样 对 古兵帽 指的就是这一片吗 古兵帽 第四季冰川运动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 奇马拉山早餐运动 形成了古兵帽的一个遗迹 冰川遗迹 对 就是通过这个 奇马拉山来的这种演变 现在这个冰川 销 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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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岩石的花干岩落落出来 然后就形成我们的地下的 很多大小腹培 孩子山 它 它的这个本身 它底下就是岩石层 它就是一口大锅 我们现在就在锅里面 所以说这个 它的琥珀 它的水是不会干的 一个是它的天然的布水 把它留下 第二个它的底下水 第二是人家 国际地下是不留 所以说这个 它的大的铁针 这个第一个铁针 海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不仅有罕见的地质景观 这里大片的高寒草垫 高山灌丛和原始森林 也构成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系统 我们脚下的山体都已经被土壤覆盖 在土壤之下就是深厚的岩石层 冰川融化好的堆积物 经过上半年的风化 再加上植物腐质质的堆积 在地表形成了土壤层 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因为这些灌木丛都密布在整个山坡上 高高低低根本看不清这地面的深浅 有时候这灌木丛就在脚薄处 但有时候就已经没过了膝盖 那这些灌木丛它高度大概是多少 这样这些灌虫 它的高度大概是30到50 你看它的品种这个叫小叶杜鹃 小叶杜鹃 我觉得名字特别的形象 看它的叶子就好像是大米粒那么大 对 是因为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所以它的叶子就是必须要小一些 才利于它的生长是吗 这里起过特征就是一个 日早强 之外先强 江水梁少 所以它也生长得很艰辛 海兹山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 气候高寒且干燥 之前那段时间因为降水稀少 植物都没有萌发 但是仅仅经过了异常大雨 折服了几个月的植物 都好像被瞬间激活了一样蓬勃生长 这片高山灌虫 主要由开紫花的小叶杜鹃 与开黄花的金鲁梅等灌木构成 此外还有数十种草本植物和苔藓 它们的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 就在这灌木层的下面就躲藏着很多的苔藓植物 而且种类不止两种 三种 它们需要更多的水分 也不喜欢更多的阳光 因此它们就躲藏在灌木丛中 那这些苔藓类的植物对于水分的保持会有好处吗 苔藓类它是保持这个水费 它是有极大的好处 因为它自身它就需要大量的水费来养活它自己 要不然它就活不下来 所以第二个它是扶着在这个地图的表皮 它的雨水的冲涮和它建设水涂的一个流逝 所以说它在包袱这个水液的一个好 在包袱这个水液的一个好处和它水液含液 起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高海拔 海子山上日照强 降水少 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只有30时度 年降水量600至700毫米 冬季干冷漫长 夏季温凉短暂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植物生长缓慢 再加上土层很薄 所以这里的植被生长的环境其实十分脆弱 建立保护区 也是为了保护海子山地区的生态系统 走下山坡 我们就来到了星衣措的边上 此时我们才真切感受到海子的风采 星衣措不再是一朵细蓝 而是变成了眼前这座比波浩渺的大湖 虽然是同一个星衣措 但是眼看跟近看却是不一样的感觉 远看它就像天空一样碧蓝碧蓝的 那走近一看 也许是现在有了一点小小的风 所以海子变成了碧绿色了 它一天当中的颜色 或者说不同季节的颜色会有变化吗 这个有一定的变化 这个色彩的变化 它是根据你的天气的情况 天气 空中越暖 它就暖得越熟 天气不太好一点了 暗一点了 太暗一点 所以说这个光线的摘射 对它的影响 星衣措藏于一位线湖 它由三个相连的湖组成 面积7.5平方公里 是海子山最大的湖泊 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沙 它就很粗 很粗 它不太像真正海滩上的那些细沙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海子山上的 你看吧 这个沙石你看得到 有很多的对吧 白色的这个 有黄色的 对 这个就是花岗岩 经过碰撞过后 它就是能磨合 多年的磨合 这个风化 再加上外头面的风化 就形成了这个沙石 一点气也不含 对吧 所以它很粗粒 而且很坚硬 其实站在这片沙滩上 就能够体会得到 什么叫做沧海桑田 山上的一颗颗大的巨石 真的不知道 经过几百年 几万年 然后经过海水的冲刷 变成了一粒粒小小的细沙 对 星衣措的水深 沙滩一般在三米左右 最深处有数十米 这是一座冰济湖 冰川时期 古冰体再次侵蚀和堆积 冰川消融后 其中携带河搬运的碎屑 堵塞河道或冰川谷 形成湖盆 积水成湖 在海子山 几乎所有海子的成荫 都是如此 它们曾被同一个大冰卯覆盖 后来冰川消融 水就流在了地势堤外的地方 形成湖泊 当地人就将这些高山湖泊 统称为海子 真的是倾可见底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质 应该是一级水质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远处看的 稍微有一些黄色的 不是水质浑浊 而是它太清澈了水 它倒映的是这个 沙石的这个颜色是黄色的 它的浮地的这个色彩 我们所占的沙滩 在风水溪时会被淹没 星一措的水位 依降雨量有长有落 冬季时也会风冻 李文华告诉我们 作为保护区里最大的孩子 星一措 无论是地质地貌 还是生态环境 都最具代表 你看我们星一措 这个周围边上 主有三十米以内 你看它的植物的分布 品种很多 几十种 它植物的种类更丰富一些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一看 这个它属于是鸟口的 鸟口的这个是圆灰鸟 但它属于也是像水潮型的一个 但它在这火炭上自己过来 也有这个时候 这个含水分比较多的 它叫什么名字 鲍蚁大黄 这个你看金露梅 就是开黄花花的这种 还有其他的草本类的 这是它的花还是它的叶子 这是它的叶片 叶片 对 那它的花是在早上 它是逐步逐步要长高的 它没有花 你看它的里面根茎里面 它挺吸水的 虽然看到这一片 全部是沙子 但是这个沙子 地下它沙子的包水型 非常好 它就很潮湿 挖一下 对不 就感觉到非常的潮湿 有水分 看到的时候 那皮面上是干的 其实它的包水型比较好 那植物的种类 有没有统计过 整个孩子山的 植物的同类有三百多种 具体我们这儿看到的 很热拽 就有几十种 现在 管理部门 对于新一措 和保护区核心区里 其他的孩子 都以严格保护为主 保持人世完整湖区生态 为将来开展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 做准备 科研人员们认为 孩子山是长江上游一处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这里的大量水资源 可以为亚龙江金沙江提供补给 此外 发源自孩子山上的河流 也直接为下游河谷地带的 道成县居民提供了主要水源 所以 保护好孩子山上的大小孩子 与溪流 是保护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走进孩子山上的夏季牧场 动物给我们的自然 非常好一个和谐的环境 宇宙无限 信实有恒 孩子山里寻找天埋来客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穿越临海间 登高望星空 正在播出 继续在海子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拍摄 这座保护区建立于1995年 2008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核心区面积 2660平方公里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近60% 继续前行十多公里 我们绕过星一丑 进入保护区的实验区 根据规定 管理部门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一外 还设立了缓冲区和实验区 实验区在缓冲区的外围 可以从事科学实验 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等活动 这里依然是丘陵台地 但是满山的乱石却不见了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翠绿的草山 还有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还在这儿 你看我们看到 孩子上的原来一个黑心区的 他的这个滑岗眼 然后足不足 他的兔子 他的紫背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看我们这边就是 牵着兔地的 就比较肥微一点 而且草非常盲肃 远处的好像是 是什么小动物呢 那个就是喜马拉雅寒塔 你看 哦 寒塔 对 它就是寒塔 它也是一种 是草的一种动物 所以说它在牧群里 它就给我们的牧场 两个是沙拉相互相成的 牧场在那儿 它就给它在那儿 用牧场的地方 草水草一定是好的 所以说它也在这个地方 汉塔在青藏高原各地 都比较常见 根据调查通计 海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共有野生动物296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3种 二级保护动物42种 大型动物有林舍 马舍 白纯鹿 黑熊等 虽然大型动物难得一见 但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 小型的野生动物 动物给我们的自然 这个形成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祸鞋的一个 公主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老百姓 对他们也比较 很好的一种保护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牧场 你看这圈的水牧场 它是从今天这个5月份 到这个4月份左右 作为它的夏季牧场 就在这儿 拿到冬季牧场 它就回到它的村子地下去了 然后也给它的摘片 加上它的牛耀分 人的分别这些 对它原来防护的摘片 也是得到了有效的 恢复 在保护区的实验区里 有部分区域是当地牧民们的 夏季牧场 有人生活的地方 意味着可以获得 更加丰富的食物 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提高 人与野生动物越来越亲近 野生动物们也开始接近人的生活区 前方是牧民们搭建的临时帐篷 这边就有几户牧民 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牧场 您好 您好 你好 您是在这儿放牧吗 对啊 那家里的牛呢 牛都在那边 那片 对 就是阳光下的那片有多少呀 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有两百多吧 两百多 对 那是谁在那放呀 那个 我的爷爷嘛 爷爷在那边 对 这几个帐篷 四个帐篷都是你们家的吗 对 都是我们亲戚家所有的 亲戚 对 小伙子名叫泽仁王登 21岁 他告诉我们 远处放牧的这两百多头牧牛 分属于四户人家 他们都是道成县三堆诊人 四家人每到夏季都会一起来到这里放牧 这样可以互相照应 帐篷被柴堆围了起来 防止野兽袭扰 我们走进帐篷 里面的生活许施一应俱全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野菜 野菜 也是在山上挖的吗 对 也是在山上挖的 这可以 苦苦的闻上去 做面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 煮面条 煮面条也行 煮面条 可以放一点 还可以包 包包子 它生活在这儿 随随抬移到这个地方里 也依靠这儿 对 依靠这儿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海子山刚刚进入雨季 泽仁王登说 等下古鸡肠雨以后 牧草还会长得更好 再过一段时间 骏子也会长出来 他们还可以上山去采骏骏子 牧民生活的一切都是海子山给予的 我们刚从新一措回来 第一次见到那么美的海子 是吧 嗯 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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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三队第一措嘛 海子山里面那么多海子 你觉得哪个最漂亮 我觉得那个新一措最漂亮 新一措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美 又大 又那个 又蓝 对啊 有蓝 你小时候 新一措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啊 一直没变 嗯 那您呢 那 那边自然那个好 自然好 好舒服 除了肥美的草场 海子山里遍布的溪流 也是牧民们生活的依靠 骑上摩托车 我们和泽仁王登一起去西边打水 不远处有一大片小叶杜鹃 溪水就在开满紫色鲜花的灌木丛中 安静地流淌 流水缠缠 令人陶醉 小溪发源自不远处的山上 是山体里渗出的地下水 其实很久没有下雨 这里也不会断流 这水很轻啊 打回去 直接可以烧来喝吗 可以的 这个水很干净的 很干净 对 那现在的水算是多的时候吗 现在还可以说 就是还是有点少 还有点少 什么时候最 就是 八月 八月份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这里也是海子山海子里的一个水源 对 它是这边 海子山这边的一种地下水 地下水它通过这边流动 流到其他的腹背 最终下去就流到另外一个腹背 腹背 腹背之间 嗯 它的水是做不做不的 流到我们大城河 则人网登他们打了两桶水 可以供一家人吃着两天 海子山上的溪流与湖泊 其实是一个互相连通的整体 高山上的冰雪溶水 渗入地下汇成溪流 溪水润泽草垫滋养牧场流入海子 高海拔海子里的水流入低海拔的海子 再会进峡谷里的大河 离开牧场 设置组继续沿着二十七省道前行 就在公路边 一项科研工程在这里展开 正在建设的是中科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我们见到了罗容邓珠 他是工程建设的现场安全员 邓珠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属于整个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域的什么区域呢 一个复兴区域 看来这个观测站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好 非常的便利 对 那么这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它的面积是1.36平方公里 既然说是高海拔 它的海拔有多高 它的海拔是4410米 平均海拔 眼前这片开阔平坦的区域 就是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建设现场 远处的这些土堆下面 就是宇宙线探测器 它们是观测站的主体 这些探测器共分四中 它们以阵列的形式交错分布在1平方公里的圆形区域内 那你一直都是从事观测宇宙线的工作吗 不是的 我以前是从事这个天文观测 看星星 对 那我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 这看星星跟观测宇宙线有什么不同吗 是这样的 观测宇宙线和观测天文的不同 最不同的就是天文你可以看得见 看得见星星 但是宇宙线你啥也看不见 就是完全依赖于这四种观测的仪器和设备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LASO 根据设计规划 观测站将配备电磁粒子探测器 缪子探测器 水七轮科夫探测器 广角七轮科夫望远镜等设备 卢蓉邓珠向我们介绍了 来自中科院的陈明俊老师 陈老师从2009年就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作 就是一提到宇宙 我们都感觉非常的耗描 非常的神秘 那么这个宇宙线 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 它是一种带电的一种粒子 然后它是来源于地球外面的 比如说超新星爆发 黑洞爆发 巨大星星的一些碰撞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科学目的目标 就是研究宇宙线的起源 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高的能量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 拿手这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来探测了解宇宙线的这个 它的成分和它的能量 宇宙线是组成宇宙天体的物质成分 人们研究宇宙线 可以更好地认识宇宙起源 天体演化 太阳活动 及地球的空间环境等内容 宇宙线是目前人类探索 太阳系以外世界时 可以研究的唯一物质样本 它就像是信实 让人们有机会通过它 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宇宙 高能宇宙线进入大气层后 与空气发生剧烈作用 生成多个刺激粒子 这些刺激粒子 还会与空气继续作用 生成更多的粒子 这些专门研制的探测器 就可以测量宇宙线粒子的方向 种类和能量等信息 工作人员正在前方的图堆旁 安装密子探测器 你好 李聪博士 然后这个是李哲博士 你好 李聪和李哲两位博士 正在对安装好的探测器 进行调试 以保证探测器传输信号的准确 他们调试的这台密子探测器 已经被安放在一旁的土坑里 李博士打开探测器的保护盖板 向我们介绍探测器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这个就是一个泡沫的 这就是用作去保温 把水体能够安全地度过冬天 不揭冰 那那边蓝色覆盖的就是水袋 对 蓝色下面就是水袋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装的是超纯水 是最干净的这种水 然后这个超纯水放在野外的环境下 特别像稻辰海子山这个地方 经常是到零下的温度 最低温度到多少 零下35度 而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水体 尽量不要结冰 它一结冰 有可能把我们袋子给撑坏了 所以它里面装了这个 有44吨左右的一个超纯水 就是这个水 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个主体 就是我们要测量这种Muse信号 它穿过这个水体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光子 袋子内壁 是一种高反射流的一种材料 然后经过这种内壁反射以后 被位于这个黑色的这个 这个 对 这下面就是一个光电媒灯管 就把光转到电信号 对 把光子转换成这种电信号 然后从这个线出来 在这个地方被接收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 碳的这种Muse 产生这种光子 来碳的这个Muse信号 这个是目前世界上 就是灵敏度最高的仪器 目前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 对 在这个能力区 灵敏度最高的仪器 这种探测器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发 有研究认为 太空中的干嘛射线 来自银河系以外的遥远天体 高灵敏度的探测器 通过发现 记录光电子 或电子的能量 来测量干嘛射线 根据规划 观测站里 总共将建设 1171座6字探测器 我们项目在这个海之山自然保护区的 一个缓冲地带 所以对这个环保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土层是将近有20公分左右 它是在原来的这个地方 它把它移植出去 然后这个探测器造好了之后 又把它土制层又恢复回去 这些土层是什么时候覆盖上去的 这个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覆盖上去的 也就是说几个月的时间也许就极长雨的功夫 这些枯草又会变绿 又会重新生长出来 对对对 这个生命力非常顽强 穿过林立的Muse探测器 陈明君带我们走进一座巨大的厂房样建筑 这实际上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探测器 名叫水切轮科夫探测器 这种探测器的形态很特殊 它就像是一个大水池 这个是我们一号水池探测器 一进来就感觉非常冷 对 里面的水温大概是4度左右 水温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深的水池 对 正方形150米乘150米 然后分为900个这样的方格子 每个方格子里面会放有两个探测器 叫什么名字 光电被扔管 这里面有三种光电被扔管 大小不同 这种水切轮科夫探测器 总面积达到7万8千平方米 分为3120个探测单元 每个单元的水下都安装了光电被增管 它可以捕捉记录 穿过水体的伽马射线和电子 与之前阵列分布的缘子探测器 采样测量相比 水切轮科夫探测器 就是全覆盖式的测量 这个我们都是当时都花了很多的精力 来挑想好 挑想到这么一个完美的地方吧 完美 因为总共需要将近35万吨水 所以这里的话水源非常丰富 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水质 其实是非常透彻 我们这个探测器要求这个水要非常清澈 透明度非常高 透明度非常高 它产生的这个信号就是越强 陈老师告诉我们 之所以选择在海子山 建立高海拔宇宙衔观测站 就是因为这里完美的 具备了渐站的各项条件 除了充沛的优质水源 再就是海拔高度 根据研究 在海拔4000到4500米的高度 探测器可以探测到 最多的宇宙线 海子山的这片区域 地形开阔且平整 所有探测器 可以处在相对同一的水平面上 测量误差小 目前工程还在加紧建设 用不了多久 科研人员就会将这片卵石滩 变成科学研究的殿堂 宇宙线来自遥远的宇宙深处 它就像一位携带大量宇宙信息的信使 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宇宙线 可以更多了解宇宙起源 宇宙空间环境 暗物质 量子引力等项目 未来 这座科学殿堂取得的科研成果 也将被全人类共享 万亩阳林立学青山 江苏道成自然环境的变迁 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相当的脆弱 最终的时候 受到这个新洋的这个魔术林 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百年以后行政什么 可能就不是的一片子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穿越临海间 登高望星空 正在播出 摄制组继续在海子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拍摄 我们也合股而下 随着海拔逐渐降低 灌木与草垫 变成了两旁山上的森林 我们来到了桑堆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 桂甲二级保护动物 白马鸡 你看它就在这个天边地过 村庄面上 山上下来 就去到我们青河地边上来 找点这个青河的子子啊 那这些白马鸡 它的活动范围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活动范围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森林的周围 在森林周围 在低海拔的地方 对对 里沿下一下 这是白马鸡的叫声吗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嘎嘎嘎的这个叫声 对对 这数量还很多啊 这几天看到的话 数量还是 应该算是我们看到的 一群比较大的一群的 在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地 之前的行程中 也在青藏高原多地发现白马鸡 眼前这一群白马鸡共有十多只 我们最初发现的时候 它们都在建筑的草地上着实 也许是发现了我们拍摄 白马鸡群体 所以开始慢慢往树林方向移动 但它们并不惊慌 看来这些白马鸡 早已习惯了人类活动 它是栖息在林下吗 它是栖息在林下吗 它是栖息在树枝上 树枝啊 也是为了保护它自己 为狼啊这些之类的 对它的一种伤害 所以说它水架的地方 就是栖息的地方在树枝上的 所以说保护好了这片森林 其实也等于保护好了很多的野生动物 对对对 根据护林员们长期观察 这些白马鸡 常常是多个家族 几十只结群活动 白马鸡栖息在海拔 大三千至四千米的亚高山珍叶林 和珍阔叶混交林带里 一般只在早晚间才会到林间草地密室 中午日照强烈 鸡群走进了树林 这个就是鹿椰树 这个树种 你看它有 果实非常多 你看它的果实就在这 这种果实就 种子已经掉下来了 已经没有种子 这个是去年的 它今年这个新种的种子 还没开始刮过 刮过之后都掉下来 那它的白马鸡就在底下 就在这儿捡食 那这棵洛叶松 它的树林有多少了 这个洛叶松 守护了十年了吧 哦 五六十年了 对 它的树径大概有 在三十公分左右 因为这儿的海拔的原因 它就长不到那么高的 走进白马鸡的栖息地 我们才发现 原来在稻辰河谷 野生动物与人的生活 是这么近 人们在河谷里种青蝌 在山上放牧 海滋山给予它们 富足的生活 人们也用保护自然的行动 回馈这片山水 发源自海滋山的稻辰河 继续流淌 越往下游走 河谷越宽 村镇和民居 也更加密集 三级的那边就是我们的保护区 三级的正面 它不是在保护区的范围内 你看这地方的花干岩 对吧 跟山上的花干岩一模一样了 以前的这个地质 它是变迁的时候 它是原来 是租得浓起来的一部分 但它的整体的地质机构 它是跟海滋山的地质机构 是一样的 花干岩 板岩 就在这里 道成河与另一条 同样发源于海滋山的棒河相会 继续流香下游 汇入金沙江 李文华介绍说 共有六个乡镇分布在 两条河的两岸 流淌自海滋山的水 养育了道成县近一半的人口 除了民居 河滩里最常见的 就是这一排排清凉树 它们都是人工载重 其中最大的一片 就位于道成县城外 这片面积 现在预递成林的有2万多亩 2万多亩 对 我们说在这里有 规划的面积是8万亩 在我们旁边的这棵树 它的直径大概有多少 这个直径大概在18公分左右 18公分左右 就是胸近 就是这一头的 就18公分左右 那这棵树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快30年了 30年 对 可能在低海拔的地方 用不了这么多年 在低海拔的地方 可能已经是蝉蝶大树 这么大了 挺高的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海拔比较高 特别这个羊树 它也自能适应在高海拔的地区 这是什么品种 光谷西南洋 光谷西南洋 是道成仙地区的特有树中 它属于羊柳科羊树 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 西藏西部至东南部地区 生长的海拔可达3900米 它适应性强 生长迅速 材质优良 在川西高原 宽谷地带大面积营造 不但可以加快高原宽谷区的荒地氯化 提高森林覆盖率 而且还可以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 防风骨沙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有很多的分叉的枝鸭 这些都不去整理它吗 不去不去 这那个不一样 跟北方不一样 我这摘 把这树树摘火 我挺不容易的 特意的就是让它这个枝鸭 逐步逐步地分叉出来 跟另外一个树子的枝鸭 形成一个交叉 主要的目的 它就是起做一个防风骨沙的作用 逐步形成一个树木的一个 街头既有挡风的一种墙 像一把大扇子一样 对 就把上有的风挡住 下有的灰沙少一点 所以这里每一棵小树枝 都非常的珍贵 不能随便地把它给砍掉 一到冬季下午的时候 风沙挺大 所以说当年老百姓 都有做书吧 道成的门口站不得 为什么站不得 风沙太大了 您印象中 您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大风沙吗 对啊 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高原上 有个高原红吗 高原红 小学的时候 这个梁上两个红洞洞的 对不对 就走来改造 最初你看这边林子走过来 现在看我们的中小学生 梁上没有了 它的气温一个是对它的 虚悦的小气候 它有一个改善 光过西南洋栽种的成活率 可以达到90% 除了大片的青阳林 在道成的各个乡镇 只要有居民的地方 就栽种着青阳树 然而 这所有的青阳树 它们却都源自一处 地点就在 傍和乡的自农村 这两棵树就是 所有杨树林的汇条 就在这两棵树上采集的 采集回去就 我们不是就培育吗 培育了过以后 摘在大里里面 就在其他地方摘 成活了一配 又在里面 又在角枝条 又在其他地方去摘 就是子子孙孙的青阳树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 能够见到这两棵 这么茂密高大的青阳树 它有多少年了 有几百年了吧 这棵树大概有400年左右吧 400年了 那一棵树呢 可能有100多年 青阳树 主要通过扦插的方式繁殖 这样可以达到素生的效果 这两株青阳树树林 都已经超过百年 它们依然繁茂 两棵树不是同一时期栽种 树林大的这一棵略显苍老 但它的树干更加粗壮 树林小的这一棵枝丫密布 更加挺拔俊秀 充满活力 我们这个地方的海拔都在3750米以上 所以说它的生态相当的脆弱 当初我们在选择树种的时候 选择过云沙 高山柳 很多的树种都已经失败 就是不太适应我们高海拔的地区 最终的时候受到这个青阳树林 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这就是你看一两棵树 它都可以展成参天大树 那经过我们这边青阳林 百年以后形成什么 可能就不是一片森林 可能就是一片林海 可能说对这个高原 这个植物的恢复这方面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些的希望 因为道成县几乎所有的杨树 都源自他们 当地人把这两株餐厅大树 认作青阳之母 并加以保护 两株古树旁还建有青唐 附近的居民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转经祈福 受到青阳树的启发 人们正在寻找更多适应 道成县自然环境的树种 通过拓展多种植被覆盖的方式 改善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我们登上高台俯瞰道成县城 道成县原来的名字 这个地方叫道坝 道坝 道坝就是宽阔的一个坝子 就是活过地带 里面的宽阔的一个坝子 清朝的时候 我们在道成 我们有一个乡 它的海拔要稍微低一点 四种水稻成功 皇帝一听 你这个地方还能种水稻 那就跟名嘛 就跟名成道成 可能就是有这些的渊源里面在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境 优美干净 生态也比较良好 我们的一代一代的道成人 为了这边蓝天 为了这边绿土 为了这边绿水 付出了不少的艰辛和努力 当然也收获了很多 对对对 俯瞰道成河谷 再回望海子山 那些大大小小的海子 汇成这清澈的河水 滋润着两岸的家园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带 横断山脉腹地 亿万年来 地质变迁和冰川运动 造就了海子山 千百年来 人们在海子山的怀抱里 繁衍生息 并且守护着这片山水 是 日本百年跑 川远 西兰 酒 葬 黄 这空 嘴 婚